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些告白台词 哇 第一个也太油了吧 我喜欢第三个 哈哈哈哈 第三个不是油飞了吗 怎么不喜欢 没有啊 这个我觉得 第三个不油吗 不油啊 啊 我命令你 我命令你 我的妈 我这一秒开始 你这样当然油了 哎 这哎我命令你 这一秒就是我的 这一秒就是我的 哦 哦 哦 不油吗 不油吗 筛纯可以接受吗 嗯 哈哈哈 也没有 就是看你怎么说了 对 我命令你 不行不能中美意 中美意就油了 就是这样 我命令你 哇这句话好难啊 你们尽量来一个不油腻的试试看 你真的太油了 嗯 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毛毛都尴尬了 这个在考验人了 应该是不看着 来 就是看着什么来 来讲 看着天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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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行的 不行专业演员都不行 哎 鸡哥来一个 怎么了 鸡哥来一个 我命令你 从这一秒开始 你只属于我 然后说成不油腻 我命令你 看着你 你从这个秒开始 你属于我 看着你 你从这个秒开始 你属于我 哦 哦 鲜花板在这儿呢 鲜花板在这儿啊 叉气 叉气 反正我是 我梦里想到 如果能娶白素贞素贞 白素贞当老婆 我那太太太幸福了 我小时候 觉得怎么会有白娘子 这么完美的女人 哦 又漂亮 又温柔 会法术 又会法术 怎么跟我说的一文一样 我看的特点就这么多呀 而且就小时候觉得 哇怎么会这样 哇就是 他比较优雅 他比较 嗯他要轻松 那你觉得这些偶像剧 有给你带来一些 什么样的影响吗 对你自己的恋爱经历也好 或者是爱情观也好 就会变得比较中二 听到没人 人家为什么有爱情 人家遇到爱情是变的中二 不是变的二 人家有个中 你得把那个中加上 变的中二是吧 哎你中二你有呢 哎美女 去去 去去 啊 哈哈 哈哈 对啊 动心之处 呜 呜 救命啊 你自己平时是喜欢更喜欢看虐恋剧还是甜宠剧 哎呀我一阵一阵了一阵一阵对 对我觉得我是不会喜欢看甜宠剧的 因为我觉得我的情感很丰富 我不屑于看这种 但是呢 无意之中看了一部之后发现 哎 哈哈哈哈 竟然是这样 竟然是这样 因为我没有主动看 但是有时候会看到 我就看看 看了一会儿之后我就想 哎 嗯 完了就 就发出了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声音和表情 是什么 偶尔 这个 哎呦 哈哈哈哈 哈哈 他不一定是整部剧就是甜宠剧 他是有一些情节出现的时候 我发现啊 原来 我也是一个喜欢看甜宠剧的人 哈哈哈哈 哈哈 是不是 差不多 量 1